第二回合不一樣了 各位看到了 二十萬了 二十萬的智慧新幣 待會兒都在一萬以上 隨隨便便就超越了 把握最後一個回合 準備 請出帝 明朝唯一有兩個年後的皇帝 是朱祁鈺還是朱祁鎮 請搶答 還有 金魚 朱祁鈺 他是誰 因為他是那個正統皇帝 就是沒事腦衝 然後跑去打蒙古 就要被人家綁走 綁走之後就 他的大臣非常驚慌 就問他就要怎麼辦 然後說就要把他把他輸回來 但是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這樣把他輸回來太丟臉了吧 真的我們不要 你又怎麼把他殺掉 我們不要可以嗎 然後又再立了他的弟弟 那後來總之交涉的結果 他還是有被放回來 後來在這個趁弟弟 趁弟弟生病的時候 趁你病要你命 把弟弟就是推翻之後 再重新上來 所以他要兩個年號 金魚講的故事是對的 但是交涉對調了 真的嗎 對 那是朱祁鎮 他講的就是土木堡之辯 對 明朝的時候 明英宗 對 明英宗的時候 你看看金魚 好酷喔 你也把角色給換了 他們倆是朱元璋的誰啊 算是生孫吧 對 朱元璋 朱弟 然後再過來是 仁宣之治的兩個皇帝 然後再過來就是他 就是英宗 所以他是第五代 那是生孫啦 對 請揭曉 好主要 李文誠看來歷史讀得挺透的 好厲害喔 我以後可以叫妳文誠公主嗎 來 請出下題 原本相愛的拿破崙 和約瑟芬 婚姻人是以離婚收場 就是因為拿破崙出軌 還是約瑟芬戴綠帽 請搶答 凱希來了 各位 小心 小心 她又要 她又要猜了 各位 她又要猜了 她又要猜對了 我今天要跟人拚了 約瑟芬戴綠帽 對 因為拿破崙很忙都在打仗 沒有時間出軌 不選 對 你們整個毛起來 你們都...她答對了 真的啊 猜對了 妳看妳多棒 我不是猜的 我有分析 很有邏輯的 戴綠帽 請介紹 我又是戴綠帽 漂亮 好 拿破崙身高不高 大概一百六十幾公分 然後非常善於打仗 但是她更擅長談戀愛 她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愛上了一個比她大六歲的 一個年輕風流的寡婦 那這個約瑟芬 她已經生過兩個小孩 然後是巴黎圈的一個社交交際花 那當時拿破崙非常非常喜歡她 甚至出去打仗的時候 她一直狂給她寫情書 但是約瑟芬不敢寂寞 她就是自己還是不願意到戰地 去陪伴拿破崙的同時 還一直不斷地在巴黎 光明正大跟各種帥哥 搞曖昧 談戀愛 後來拿破崙非常非常生氣 那甚至她到最後知道了 這件事情以後 她還寫了一封信給自己的兄長說 她對這個愛情跟對人類 都已經非常的絕望了 她覺得她的心已經變成搞木死灰了 結果想不到這個書 這個書信居然還被她的這個 敵對的這個敵方給拿到了 還把她公布出去 讓拿破崙被戴綠帽的事情 眾所皆知 蕭凱希 加油 往高樓去好了 八樓之四 八樓之四 你們就知道這回合 跟大家有什麼差別 可以講 這最算低的喔 九千 這算低了 我破崙了 看到沒有 各位 我破崙了 我破崙了 來喔 請出下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和英國曾經因為聖誕節 還是復活節 短暫的休戰 請成了 李文誠 聖誕節 漂亮 這其實那個金牌特務那部電影 裡面也有演到 有演 對 因為兩個國家是他們唱的歌 或是文化上基本上是一樣的 一樣的 德國 英國那個時候 還是同一個阿嬤 就是皇帝他們的阿嬤 都是維洛莉亞女王 喬治五世跟衛廉二世 他們的阿嬤都同一個人 OK 聖誕節 請揭曉 Good 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三 八樓之三 來 很像 這個叫普通 這叫慘 慘 可憐 再出現裡 台灣妖怪 Iakko 生前是被虐待的女童 還是被合理的太太 請搶答 鯨魚 被虐待的女童 而且他們的關鍵字是 阿瑟 阿嫂 阿嫂 如果阿瑟來啊 就是Iakko就會跑走 麥克阿瑟 阿嫂 不是 不要玩寫英格 去旁邊 可惡 阿是 受不了了 請介紹 對 Iakko是一個很可憐的小女孩 她從小就沒有了媽媽 然後是這個哥哥嫂嫂養她 但是這個嫂嫂又一直虐待她 我不僅不讓她吃東西 還要讓她顧照火 那有一個冬天就非常的冷 那這個女童呢 她就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就已經冷冰冰地坐在椅子上了 所以後來她就說這個Iakko呢 就是這個小女孩的靈體在上面 那這個嫂嫂呢 她基本上呢 就是到最後 把這個女童給虐待死以後 也都沒有好好地幫她祭祀喔 後來呢就在民間傳說當中呢 未婚的女性啊 就會在上緣節或是中秋節的時候呢 做一種占卜 就像是我們在玩前仙啊 蝶仙一樣啊 會來跟Iakko來問世 婧瑜 我覺得Iakko的話 我們也迷信一點 我們六樓之六 六六大順 六六大順 太迷信 太迷信 剛才迷信的沒什麼好笑的 看一下 還可以耶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Iakko Iakko 來 請出下一列 介紹最早的泡沫經濟事件 請與大眾搶購口香糖 還是郁金香 請搶答 桑園和羅寶 郁金香 請介紹 好 非常好 好 郁金香狂熱呢 的確是第一次金融 泡沫化的一個事件 那時候發生在1637年 當時呢 荷蘭他們非常非常喜歡 二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這個玉金香 那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的一株球金喔 它喊價的價格喔 已經是超越了在荷蘭 一棟房子的價格 大家都要買它 但是呢 很快的 它就泡沫化了 所以它的價格呢 剩下到高峰時期的不到百分之一耶 所以就知道這個泡沫化的情況 多誇張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很像 很弱 可以啊 很厲害 不過都算普通喔 47秒 請出下一題 明代醫學家李時珍認為 正面是我們摩拜的神奇鐘魁 他原本是一種菇類 還是草藥 請搶答 只有你搶耶 沒有人搶 我第一次看到沒有人搶耶 那難怪我們搶得到 鍾葵 鍾葵他是歷史上 被說很醜的一個神嗎 就是因為他醜到 好 那個菇類 我選菇類 因為我覺得應該很醜吧 所以跟鍾葵 你講的歌半年人是猜的啊 沒有 這是合理的推斷 這是合理的推斷 菇類 請揭曉 好 鍾葵他其實故事挺悲情的 因為他非常的有文采 他甚至是科舉的狀元 但是他在這個電視的時候 居然皇帝看到他本人的面貌醜陋 就覺得他的這個 就有評論了一下他的長相 所以最後鍾葵就是因為被這樣子評論 自己的外表不好看 羞憤而死 後來變成了我們所知道的 一個捉鬼的神明 但是其實針對鍾葵的這個名字 其實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法器說 另外一種說法是遜淚說 遜淚說就是出自於李時珍 他所寫的說 俄亞裡頭有說到 鍾葵是一種駒名 就是一種遜孤類 那法器說則是說 有一種這個捉鬼的法器 他就叫 剛好就叫做鍾葵 是鍾南山的鍾 向日葵的葵 也就跟鍾葵的名字的寫音是一樣的 你選吧 你選吧 五樓之四 五樓之四 好偏門啊 開張 四 五樓 五樓 五千五 五樓 五樓 現在除了吳怡榮之外 大家都開張了 最領先的也不過一萬二 一萬三千八 OK OK 請出 下一題 一位沙白一世 將自己原本不受 歐洲人待見的紅髮 還是瓜子臉變為時尚 請小辣 來 年輕人 紅髮 所以紅髮魔女講的 就是她的故事是吧 沒有 就是你知道那個 佛教不是跟別人步道叫紅髮 所以她把紅髮變成時尚 她也是在做紅髮 所以我選紅髮 請介紹 下個男朋友非常厲害 對 你是真的知道還是 這我真的知道 所以不是亂掰的 對 但是總是需要一點 娛樂的成分在 不要 太多 好 伊麗莎白一世呢 她宣誓她要嫁給英國 所以她說她終身未婚 但是她一直都有在交男朋友 而且她越老 男朋友就越交越年輕 那同時呢 她其實也讓自己 變成了一種時尚 她的臉上的妝 有1.3公分這麼厚 因為那個時候的這個化妝品 保養品裡頭都含有鉛 所以其實用了以後 對皮膚非常非常不好 那她每次在化妝之前 都要先用蜂蜜 在自己的臉上先塗過以後 再敷上那個粉 然後粉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她的這個粉 已經像是一個面具一樣 就是為了要遮掩 她本來的這個裡面呢 膚況已經變得很不好的 一個樣子 同時呢 她是紅髮 本來歐洲人是不喜歡紅髮的 但她也憑一己之力了 讓歐洲人覺得紅髮是一種流行 甚至很多人 她本來並不是紅髮 都為了她去染成紅髮 但是呢 這個染髮劑裡頭也含有鉛 所以呢 有不少人都因為 去染了頭髮以後 掉髮 反而變成大光頭 來 年輕人 請再選 六樓之三 你想選六樓之三 那就六樓之三 開箱 好過喔 好 鄰居幫幫忙 不一定是他的喔 有兩份住戶通知 妳要收金還是收贏 請知人收贏 金的 金 好 聽他的 財富大樓歷史大考驗 第一位舉手講出 主委出身年份者得主委紅包 請舉手 虛凱希 出身年份嘛 出身年份 來 民國五十八年 錯 不是嗎 下一個舉手是誰 他幾色 六十二 六十二 錯 我知道了 來 請說 六十一 六十一 錯 我猜七十 七 太誇張了 對吧 給他紅包 得到爭敗變一代 有 待會給你好不好 來 快舉手 來 羅寶 我猜五十七 五十七 恭喜答對 恭喜 主委紅包 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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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我剛剛那邊講說 凱希應該是寄到那個 西元 所以我才 我才猜五十七 來 請出 謝忻 秦始皇其實並未統一天下 當時還留下了韓國 黑是衛國 是沒有被滅的 請搶答 我按到了 怎麼辦 我是財龍 衛國 請記住 好 公元前 兩百二十一年 秦國滅了其他六國 完成了大業 但是其實當時還有一個國家 沒有被滅掉 就是衛國 那他當時沒有滅掉衛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衛國 也只剩了一個小小的城 而且衛國長期都是依附在秦國之下 所以也覺得沒有什麼滅他的必要 但是到了活害的時候 最終還是把這個衛王 貶為庶人 所以衛國才宣告滅王 彌補剛才五十八年 試得不足 左上 左上 八樓之一 這個水塔邊你知道也是 好壞落差很大 空礦 在空礦 誰啊 三八 三 九百 太可憐了吧 有九百這種東西 有 上次我有抽到 上次抽到應該 純粹是為了激怒你而已 十九秒 我們還有兩題至少 這兩題可能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請就在理 知名的巴黎羅浮宮 他的最初建造目的 是為了要躲皇室的住所 還是軍事需求 請請拿 小凱希 軍事需求 請揭曉 女真厲害 好 羅浮宮 他其實在一一九零年的時候 就已經建造了 當時這個菲利普二世 他是以軍事需求 來建造羅浮宮 但是後來一直到查理五世的時候 才把羅浮宮 變成是皇室的住所 那再到法蘭西斯一世的時候 就用我們異復興的風格 來大肆地改建羅浮宮 後來又經過了 後來好幾個不同的皇帝反覆地修建 越來越富力堂皇 一直直到十八世紀 法國大革命的期間 羅浮宮才變成博物館 對外開放 再選擇 五樓之一 冰冰角角常常最好就最壞 真的啊 真的 開箱 五樓之一 五樓之一 哦 發達了你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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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這就中了 對 有四家加油 請出最後題 陳宇 洋車旺姓的典故 源自於洋子萬恩俗義 還是皇帝沉迷後宮 請搶答 哇 他搶到等於 這邊全部沒有了 對不對 他待會兒必須答對 而且要超過七千才能夠 才能夠超越你 壓力好 壓力好 答案 皇帝沉迷後宮 因為這個我印象中 就是晉朝的皇帝 就是他妃子太多了 我不知道哪一個 然後他就說 那我就坐一個小車車經過吧 然後大家就再放水果給洋吃 然後看哪一個提下來 他就去哪個裡面 就是開心一下這樣子 騎影介紹 好 是馬妍的 其實只有在一剛開始的時候 認真的在做朝鎮 但是他後來變成 非常的荒淫無道 甚至他是史上 非常有名的萬人展皇帝 因為他非常信號女色 他在會期間 甚至要求全國都不得嫁娶 因為所有的女的 都可能是我的 所以全部都必須要供他所有 那所以他的後宮非常的大 那甚至他到最後 已經有非常強大的選擇障礙了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太多人啦 我今天晚上要去誰那邊呢 乾脆他就坐著洋車 讓洋車隨意地走 停在哪一個這個宮門前面 我今天就靈性哪一個妃子了 那他就這樣子荒淫無道地 玩了十年 最後在五十四歲的時候 綜遇過度去世 請選擇 七樓之五 開箱 精采啦 這集節目太精采了 謝謝你 好帥喔 沒有 你必須要八千才五千 好帥喔 來 就是徐改欣 還有那兩位A人 桑園跟羅寶 恭喜進入端軍成果賽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標 快點來訂閱